好 讲到手机就要带大家来看看 这是大陆的手机品牌小米科技 董事长雷军呢 被封为是中国的贾伯斯 他非常具有个人的风格 另外呢 苹果新任的执行长库克 则是最重视数字 而宏达电的执行长钟有名呢 则是非常低调 而这些领导人的个性 其实也直接反映出自家手机的销售数字 封网路游戏这个超宅的大学生 就是小米董事长接执行长雷军 在微电影中粉末登场 一举拉近品牌与消费者的距离 我觉得杰伯斯是全世界范围来看 都是一个空前 不能讲绝后啊 至少是空前的天才 坦言被苹果创办人贾伯斯影响很深 实际上雷军常在公开场合 就是穿黑Polo衫 牛仔裤 这样的扮相被大陆米粉封为中国的贾伯斯 从贾伯斯手中接下苹果公司财务长出身的库克 总是很难跳脱文人气质 也让许多苹果迷还在适应这位新执行长 不过还有一个人更是习自如今 面对媒体追问甚至出手挡麦克风 出席活动脸上总是没有太多表情 红南店执行长周永明一生不变的黑色西装 总之就是低调再低调 三大手机品牌执行长个性大不同 雷军擅长带领群众 而周永明的工程师印象总是挥之不去 接下苹果的库克最在乎数字 从执行长风格呼应到自家产品上 你看出现断你了吗 三亿玄许一雄李轩综合报道 三亿玄许一雄李轩综合报道